美国产苹果有两个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苹果公司 一个丑名昭主的苹果瑞宝 没错 苹果瑞宝是为李志英所传 但其就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产苹果 李志英成高呼为美国利益而战 而苹果瑞宝就是李志英的文身工具 实际上苹果瑞宝至始至终 都是美国政治势力的英权 它维护的根本不是香港的利益 而是美国的利益 苹果瑞宝唯恐天下不乱 完全不承担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激进喧哗俱从 以各类心臭下流的报道 荼毒香港社会 挑拨香港与内地的矛盾 并不以余力地攻击特黑 不断炮制针对公职人员 及政府的恶意报道 同时在社会民生问题上 不断地上感上限 煽动市民上街 参与各类违法的社会运动 完全偏离媒体应有的 客观理性的专业超手 不断破坏香港反弱稳定失利社会 特别是反修理暴乱以来 苹果绿报更是以新闻自由之名 刑犯中乱杆之士大肆的抹黑警察 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胡扁乱照 没有新闻就制造新闻 已成为乱杆祸杆的重要文身机器 当然有人说 苹果绿报在香港本地受众很拐 甚至说这体现了香港的真实名义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通信息的传播规律和普通人的阅读习惯看 苹果绿报这种极尽哗众取宠的协作手法 以及集中的负面报道 原本就容易引起关注 加上其在报道时一直上月两分三 说一山洞心机强 但在绝大多数香港民众心中 苹果绿报只是一份华众取宠 公信力极低的报纸 不可否论的是经过多年经营 苹果绿报颠倒黑白 遗花结木的协作协作 在香港传媒界正是无出其右 持持反修力暴乱 以苹果绿报为代表的香港华美 通过网络对暴乱的不断升级 发挥了极大作用 他们的各类煽动性信息 通过聊天软件 社交平台和论坛 不断渗透给普通民众 让反对派及激进势力的声音 得到了有效传播 在舆论层面 普遍压倒正面声音 但市民很难看到 客观真实的信息 对了很多支持特区政府 和修理的民众 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苹果绿报的报道 到底有多恶毒 可以说反修理暴乱以来 发生的所有标志性事件 特别是涉及香港警队的相关内容 苹果绿报的报道 都极尽手段污蔑抹黑 我们可以看看 他是如何报道这些事情 以及香港警队的 读起来真是相当有意识 见到黑白直路为满 天颇片面 煽情卖场 警方跟他摆事实 他说是一家之业 警方跟他讲法律 他说是事实不清 警方跟他讲暴徒 他说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 警方跟他讲道理 他又开始讲法律 但在我们面前的苹果绿报 火托托一个满不加厉的流氓泼妇 但可悲的是 就是这样一个流氓泼妇 身旁有人跟着一起呐喊助威 甚至相互勾结串联 一起坐腰 比如香港记者协会 香港记协的控制权 始终被泛民把持 五级百科干脆将记协介绍为 著名的泛民团体中指示 鼓励清泛民报道 香港记协的多个高臣 与李志英有着深远的亲密关系 因为记协也有了 益传媒记者协会的外号 从一件小时中就可以看出 苹果绿报 与记协的亲密无间 十月五六禁止 苹果绿报突然大量招聘记者 因为禁止门面归零 归零记者有豁免可以戴口罩 苹果绿报意图乱暴徒 摇身一变 成为合法戴口罩的记者 而香港记协为了配合 苹果绿报的阴谋 林野港工加营了 一万张记者证 科见两者在乱赶的路上 一直是穿一条裤子的亲密战友 大家对香港记协 影响最深的 莫过于其质打脸的双标事件 环球时报记者复国豪 在机场招暴徒禁锢殴打 香港记协马上跳出来发声 呼吁内地新闻工作者 在敢采访大刑事为活动时 应该清楚展示其记者证件 以方便市民辩论 二旦乱赶分子 假借记者身份 掩护大使实施破坏行为时 还是这个记者协会说 不宜动辄捉拿假记者 或者是要求记者在采访时 必须配备论科的证证 否则香港没法再享有 真正的新闻之一 怪在机协前后矛盾的回应 真的是大型翻车现场 香港记者协会名头上 听取是很权威 但实际上香港机协 只是香港机制行业 众多工会中的一个 人数不足香港记者 中人数的十分之一 并不能代表业界深夜 那么香港机协究竟有什么魔力 可以让以贫固绿报为售的 环媒跟着分款呢 是因为他手握大权 签发记者证 只要向香港记协 交纳约150港元 然后填表交照片 就可以获得记者证 并且用这个就可以申请 一张国际记者证 充斥说像批尼 拿个记者证 穿件环背心 就可以笑到江湖 这就是为什么警察清场时 有卢水多的所谓香港记者 当在暴徒申请 以采访之明阻碍警察执法 因为很多所谓的记者 根本就是暴徒 花150元变身而来 至1994年以来 香港机协基本上 每年都会出一份年报 种基调都是以控诉 中央和特区政府 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为主题 由于香港机协 打着守护言论自由的缓制 去炮制的年报 常被西方政客 及反华媒体所用 作为攻击内地 和香港新闻自由的 所谓有利证据 但是港独的言行 以严重伤害 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 根本不属于 所谓言论自由 打着新闻自由旗号 违背新闻自由 香港机协和苹果绿报 等华媒 以称为新闻支持 香港支持 香港传媒界乱象 以称为反修理暴乱 不断升级的 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苹果绿报等华媒 和香港机协 在台前幕后 不断三英分点归火 香港民众 被普天盖地的假消息 闷住双眼 所以对街面上的暴徒们 要依法处理 对传媒界的这些幕后暴徒 更应该彻底根除 苹果绿报 一让香港传媒界 中毒太深 天亮了 是时候摘掉这只毒苹果了 香港修理分拨以来 有暴徒动辄殴打 吃不同意见者 部分报道事实的媒体 也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10月28日 在其官网提出公告 表示 予于当天 向香港高等法院 申请临时禁制令 禁制任何非法 及故意袭击 无线电视挤折 及绘画器柴物 公告指出 至近期有关反修理分拨开始 便出现 无线新闻偏颇等 毫无根据的指控 导致有人在不同社交媒体上 发起抵制无线电视的行动 意图对其造成经济损失 无线电视记者也受到袭击 蔡文车及摄影机遭毁坏 无线电视表示 虽认为有关指控 毫无事实根据 但专重言论 只有根据无线电视上传的 创讯令转 您是禁止令的第一条被告 是非法及故意损害原告财产的了 第二被告是 非法及故意伤害原告雇员的了 禁止令禁止被告损害原告的任何财产 且未需允许不得在其任何财产上 涂鸦或者是粘贴标语的 禁止被告伤害袭击 或致使任何原告雇员身体损伤 不得已可导致视力紧弱的关系 造势原告雇员的 近月来香港激情分支不断将矛头指向 没有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的了 无线电视新闻报道 也因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而照到抵制 7月14日里有组织发起撒田大游戏 期间有示威者阻担无线电视记者采判 当晚无线电视报道称 该台记者及摄影师在采访期间突然遭到袭击 无线电视新闻部严厉前者暴徒 在8月初的两场示威中 无线电视新闻采访车被示威者 阻挠包围和破坏 无线电视随后发声 批评激警示威者意图干扰 无线电视新闻运作 最迟强烈谴责并要求警方严肃追求 大公报记者也曾在采访期间 遭到暴徒围攻 员工资料招人起体 暴徒也曾破坏大公报张牌 此外激警示威者 唯独香港国际机法之前 环球网记者复国豪也遭到暴徒 为欧禁锢 这是日本家主学的 境生中区 大公报 20元 豪博 davet 家人 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